来进行第二阶段的主题 台湾人在满洲国 这个议题其实我谈下去竟然欲罢不能 我们的很多观众 包括还有从海外 包括从加拿大的温哥华 还有那个纽泽西不断反映说 我们的副主辈都在满洲国工作 能不能继续谈 我当然继续谈下去 我先来介绍三位贵宾 第一位文史工作者王佐隆兄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佐隆兄你是从东北刚回来是不是 就像这张照片一样 每次谈满洲国 我们就要有标准的装束 标准装束 这个应该是带着太太跟岳母 这个应该是 对应该这个是岳母 年纪看起来就不知道 这个在哈尔滨 等一下我来探讨 他今天 那时候日本时代我们台湾人去 岳母去担保就是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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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打板 对 打板 来 第二位 也是台湾人在满洲国的二代舰 NAVA业号 这个王华兰兄 华兰 大家好 他的尊风王熙忠先生 就是在银口做银行的类似今天的经理 第三位 也是我们的满洲国的 他的汉兆很像关东军 清田76文化长水瓶子兄 各位朋友大家好 这是今天华兰兄带来一份杂志 你看 别策一亿人的昭和时 日本殖民地时 满洲 南满铁道 遗嘱访中团报告记 因为很多满洲 日本人就在满洲国的 有些女性非常多 让当地的农民 养大的会来回日本 发生很多的不适应症 追忆已在访 你看 日本人在多年前就重新探讨满洲国 我们今天的台湾人在满洲国就是探讨 满铁跟满银 很多医生都在满铁的医院 包括我们的王熙中先是在满银 来 左隆请 好 各位朋友 刚才胡大哥一开始就是 谈到说今天的那个装束 我们每一次谈满洲国的时候 就是要有这种标准的装束 就像这张图片里面一样 下次我要考你 我要讲关东金 你要找制服出来 关东金 好 这张照片是 其实是在哈尔滨的车站前面 在哈尔滨车站前面 刚才跟这个王前辈有谈到 这几乎已经是满洲国的定装照了 这张 好 今天我们要谈台湾人在满洲国 第一位我们要谈的是杨兆佳 那么有很多台湾人任职于满铁 或者是满洲中央银行 或者是他的相关的关系企业 那么还有很多是去经商 去旅游 各位可以看到这张照片 就是一九三六年杨兆佳先生中间在马车副后面杨兆佳先生在这个大连的一张坐着马车照片 这很像这个在美国的中央中央公园有没有都会有这个马车导览那样的一个照片 那么杨兆佳先生会去满洲 会去这个旅游 这一类主要是因为他的堂地 他的堂地杨兆正先生 各位也可以查得到他这位先生 他在一九三四年从早稻田大学的政治经济系毕业之后 那经由人家的介绍 他就进入了满铁 那么坦白说当时要进入满铁 是一件非常非常难的事 这不是只有因为是台湾人的关系 包括连日本人本身要进入满铁 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因为满铁在当时是一个跨国性的 然后是日本非常重要的一个大企业 所以里面都汇集了所有的日本一流学校的精英人才 那么各位可以看到这张照片 这是满铁的总部 满铁的总部 那之前这个华南前辈有介绍过满铁的第一任总裁 就是后藤新平 之前台湾的民政长官 那他的第二任其实就是他的部署了 在当时在台湾担任总务局兼财务局局长的中村事工 这是第二任 所以也因为这样 其实满铁跟台湾的渊源也非常深 因为一样的道理 今天我在台湾这边工作 那么有一些适当的人 我觉得很不错的这个后背 那我就会去提拔他 特别是因为台湾人可以懂汉文 这件事情对于他们在满洲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张照片 这就是杨兆佳先生跟他的堂弟杨基正先生 在之前我们有提过满铁的这个亚西亚号 前面的这个流影 这个照片非常的珍贵 亚西亚号 我们现在目前的高铁大概时速300公里 那么在80年前 亚西亚号的时速就已经达到130公里 所以是非常非常先进的这个机关车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的这一张 这个就是满洲的中央银行 满洲的中央银行在满洲 在中国然后在这个日本 还有在其他的地区 一共最多的时候有140家分行 可见他这个满洲银行的规模 是有多么的大 那么满洲银行的首任的副总裁 叫做三成桥六 那么所谓的副总裁 其实说是说富 其实根本整个满洲银行 中央银行就是由他来创建 那么这个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一张 这个是非常珍贵的 跟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人物 都会有相关 这个是杨兆佳先生 那这个是他的女儿 他的女儿 那么这个杨湘领小姐 结婚的时候的照片 那最左边这位是林献堂 是由他来做媒人的 证婚人是刚才我们提到的 这个满洲中央银行的副总裁 三成桥六 他来作为证婚 那么新郎官就是由这个 林献堂先生所介绍的 吴京川先生 吴京川先生后来战后 最后是我们台湾彰化银行的 这个董事长 那么这张照片当中有一个 我们也算是一个题外话 一个有趣 就是坐在这个三成副总裁 以及林献堂中间的这一位 是李延禧先生 李延禧先生 其实是台湾的大道成的名人 李春生先生 他的孙子 那么同时 我们以后也许有机会 会多介绍一些 他是台湾第一个小留学生 1896年就去日本留学 那个时候才14岁 然后在留学日本 跟接下来就是留学美国 总共在外面待了14年 然后最后是在哥伦比亚大学 所以这个各位可以发现 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说 这跟我们台湾的很多政商的 第二代 甚至第三代 他的那个路径 求学的过程是一样 刘日 刘美 甚至两边都有 他就是 当时就是这样的状况 那李延禧先生呢 回来台湾的时候 28岁 听说他从基隆下船之后 一下子间 不要说留学 因为从小就出去了 然后就跟现在目前 有很多的ABC 状况很接近 后来慢慢慢慢的 才回来 把语言才学回来 那么当时呢 他是媒体最喜欢追逐的 黄金单身汉 因为他一直到40岁 才娶了日本贵族院 的一个议员的女儿 这是很有趣的 那么第一段 我们就先讲到这一边 自从我讲述 这个台湾人在满洲国以后 其实开山祖师 就是中研院台师所的 徐雪基教授 他是第一个 做口述历史计划的 那我做以后 几天前 有一位目前在台北医学大学 大任通事教育的历史学者 他也上我广播前 他说 我大他 在纽约市医大学的博士论文就是 台湾人在汕头 原来 在日本统治台湾期间 很多台湾人到 东北上海 厦门大厦 但是也很多都到汕头 我才知道 可以写博士论文 然后他跟我说 最容易记忆就是 我们现在台湾有那个 牛头牌沙茶匠 就是去那边做生意的 台商带回来的 然后顶心咬咬 牛头牌沙茶匠 很像那个吴郭宇 前日本兵回来就 五千贵钱 吴郭宇引进 这种慢慢的挖掘 就知道很多历史因缘 这是我们今天华南兄 所带的刚刚所的别策 满洲国的别策 你看 川岛方子 这是我所看到的 他各种不同造型 其他本身是女性 他是满人 但是在1945 8月15号以后 他就被逮捕了 以汉奸罪处决了 我实在不解他 什么叫汉奸 他也不能叫满奸 对不对 他是满洲人 他一生也没有做过 中华民国政府统治 因为他从小就被 日本人任养 穿倒 然后他也是穿着 日本军服 问题是 李湘南没事 大家以为李湘南中国人 华南兄的尊重 王熙中先生 就是在满铁跟满银 我先请教你 再讲你的一些历史图片 为什么那是很多医生区 我们都知道了 5千个台湾人 1千个差不多都医生 你如果有很多人都医生区 很多人都是医生区 很多人都是医生医生 你们老板是怎么 尊重是怎么去满洲 是怎么 一巧到毕业以后 我的爸爸主要是 受到这个 他本来是在日本抗抗 日本抗抗的时候就是说 因为知道 这个满洲剃楼 满洲剃楼要发展的时候 要开采有很多刀银 所以刚才我们有讲到 这些人材就是 日本要开脱万洲所需要的人材 所以我们爸爸那时候 也是让他们退窃 所以去万洲就是说 他们的境 境 当然人们的政养 而且这些人 大部分都是日本 受过国庭教育 所以有这个背景 才会去这个万洲 这是你们尊重 在万洲国所收集的一些 一些明信评 还是党评 还是什么 还是你要不要请你介绍好 好 稍微就是很多 我们爸爸当时 可以说那时候回来的时候 普通人 就是说这些东西都没什么 但是我们老板说 这是历史的资料 将来有一天 要让今天孙子 这个资料 是阿公 阿祖 以前的万洲 他都赌到那种情形 所以就是说 我们普通看到这个就是 欧白多多 差点比较少 那时候差点比较少 算了不少 那用物件来算 应该差不多这时候 一张要差不多三百块 台北三百块 好 我们来看那东西的大连瓶水 这间要在那里 那时候给了辽东里馆 辽东里馆 这时候给了大连饭店 你如果看到 这是他比小台的那种 卡拉车 这是那时候可以说 最老这个条 最老鸡 另外这就是说 他这有百块公司 这个让他说南尼华 浪费 应该是浪塑 浪花浪树丁 你看这日本的国旗 这个百块公司 他这最主意的就是说 这条鸡是所有日本人 在这个万洲国 最专行的 日本上市 接派的所在 所以他这个 有这个调丁 这就是浪 浪 这个就是说 那时候就是说 日本的百块公司 差不多都点不止 有设计分店 我要提示就是说 日本那时候 就是免税工的观念 因为免税工的观念 所以他这买东西 处很小 最两小到三小 所以日本人把这个材料 拣掉非常漂亮 他这有道歧极为 好来 所以我们来看这条 就是我们的浮塑煤矿 浮塑煤矿 这时候我们爸爸 他在这株酿 差不多温重量 运藏量 有10亿 10亿吨 一年如果开筛700到900万吨 可以磨120年 结果这120年 怎么办 那不够 就说磨了 是怎么办 因为现代技术 进步 所以差不多 雷二十年前 都过 10亿吨 都磨了 这就是这个铁楼 这是露天的 所以 磨到 就带出来 所以那时候 穿着世界开筛这个美国 最小的 就是浮塑煤矿 所以就是说 这间是日本人 在哈尔滨 哈尔滨 头一间设立的 国民校小学 这间是什么 原来是一个 俄国公爵 所担的地方 他把他整修出来 原来有人来讨问 原来的记者说 这是全阿州 不然是日本人 全阿州最小的 primary school 就是说 最小的 因为他在后面 就像一个公园的一样 所以要改做什么 公园小学 日本人 那时候 日本国是来 改做陶山 河沐亚马 陶山小学 好 我们就来看 一厂就是什么 在哈尔滨 最老这个 吉他斯卡亚 吉他斯卡亚 就是中国人大街 一间就是 那一段 这条街 最漂亮的一间 洋行 松浦洋行 也有 我们就来 我们看到 那一间 所以有人看到 这条商品 我们就一间 一间不见了 就是在伴来 所以哈尔滨 他穿过 当风的伴来 就是从这里来 所以就是说 这个 因为我们说 这两个堂的定位是什么 我们会看到这些 白俄 白俄不是皮肤白 他们是因为反对 共产主义 因为俄国的精英 知识分子 还有很多贵族 逃离来 哈尔滨定居 但是日本人 对他们 有照顾 因为他们这都是 地球分子 医生 抗亭 对哈尔滨的建设 有枕大 所以日本人 对他们 可以说 非常的理喻 所以我们来看 说 这大人跟小孩 穿个衣 你如果不知道 这段有什么差别 这是八十几年前 那些胸 所以有很多 我没说 说什么 破破烂烂 受到什么 日本人的欺负 没有那些事 以图为正 所以会比较 更丁硬 我们知道 松花江 跟哈尔滨 有一个 河中岛 我做太阳岛 太阳岛有八十八平方公里 三十八平方公里 有开航 做海水浴场 冬天的时候 就变成溜冰场 你看这些小孩 穿个衣 甘质难民 我们来跟这些 收到一下 你叫是 现主市的美国 没一个海岸 所以就是说 以度来证明 就是说 那准白鹅 他们收到 很好的教育 台湖 所以 这里是在奉天 奉天是什么所在 奉天城里面 最主要是四平街 四平街 这间 红色的 就是最主要的 集顺四房 就是 整个奉天 最大的 百货公司 最大百货公司 我们这些 特别处理 就说 看到这些 红绿店 有 这些两店 这些 警察 可以点这两店 的车 遮封闭指挥家同 我们台北市 也有一个 现在 听他 这就是 天水路 到沿边百路 古代是 没有一个 完全一模一样 那是没有黄灯 只有红绿灯而已 所以就是说 这个就是说 在万州 日本人设的 头一间的医科大学 万州医科大学 这红天 我们来看 那时候的建设 这条路 他刚刚在 那个大广场的南车 这个 同样 这条保留 比如说 中国医科大学 在审量 这张 就是说 在这个 头前 这个大广场 这就是这个 我们经常说到 就是说 奉天的 大和饭店 这就是三座 警察署 刚刚遇到这个 讲 我们这段 介绍到这里 我现在要 特别介绍 台湾在万州国 我们要将 实际 比辽区的历史 定心 找到 这个要重点 刚才 发南兄所介绍的 他就 透过 周永兄的介绍 未来 可能出版 我想出版 我会介绍大家 就这些历史 土品 是我们台湾人 不关千里 不远千里 由他帮我拿回来 我想要大家分享 所以说 我有拜托 日本策 这是在美国 留守家 社交流行 它的策名叫做 隐阳者 隐阳者就是 1945 85 中间 在海外 差不多有500万 日本教民 在海外 500 要回来 隐阳 隐阳意思 在广场 这个港口 广场 有很多货 货箱搬来搬去 叫隐阳 这些人就是 跟箱子一样 搬来搬去 因为日本有非常强烈的 我在本土 在本岛 你们是他这 你们在满洲 如果被苏联军队霸凌者 回来 你们是不洁净的 后来很多关东军 被苏联军 俘虏到西伯利 洗脑 然后赤地回来 日本人说 这男性叫做 红色隐阳者 思想问题 我不能找工作 他者 如果日本政府战后 都如此对待 他们的所谓的隐阳者 我们战后的 中华民国政府 台湾 能 是不是看隐阳者 所以很多不敢讲话 过去不敢讲话 你可能汉奸 或白色恐怖 或什么特务 会怕 所以我今天要重新建构 我们一步一步来建构 如果日本人都开始探讨 在好几年前的 一亿人的昭和史 日本殖民历史 特别提到满洲 那台湾人在满洲 台湾人在汕头 台湾人在厦门 台湾人在海南岛 张子敬先生 台湾人在菲律宾 我们都一一 让他用现在话说 混息归来 回来台湾 水瓶子兄 也是一个文史工作者 你也要从建筑来切入 请 那我其实去门斯港 日本九州的 北九州的门斯港 看到了一栋建筑 那这个照片呢 其实黑白的 这个在大连 好 那我们再看下一张 这个大连黑白照片呢 你看 长得一模一样 这个是在门斯港 所以在1996年的时候呢 大连的市长薄熙来 送给门斯的这个礼物 是跟大连一模一样的建筑物 好 那这一栋建筑呢 在大连 那日本在日俄战争之后呢 1905年之后 实际统治了 实际统治了大连这个区域 可是当时是俄罗斯所盖的 所以这一栋楼 看有德国的半幕式的结构 还有罗马式的圆顶 又有哥德式的高塔 所以它很像是一个迪士尼乐园 可是它就是把全世界各地的西洋建筑 全部混搭在一起 这个是德国人的设计 好 那日本一领友大连之后呢 他就在这一栋的旁边 他为了要学习 又盖了一栋 好 那这一栋薄熙来送给他的 这一栋建筑呢 是日本再去撤绘 然后再把大连当地的食材送过来 在这边再重建一个 所以非常具有历史的意义 好 那如果就都市计划来看呢 大连 他是学习巴黎的 学习欧洲的 所以他有十条马路 很像巴黎的凯旋门 香榭里社大道 所以这中间呢 就放了 刚才华南兄有说明说 放了银行 放了警察局 放了这个市益所 很像驱工所 那放了各式各样的百货公司 所以这个日本从俄罗斯 学习到西方的建筑 他的都市规划呢 就放了这一些东西 这是日本人很快的就学习了起来 好 那这个就是最具地标的一家银行 横滨的银行在这边 那看完了大连呢 我们回头来看看我们台北市 这是台北市第二代的火车站 第一代火车站呢 是清代的火车站 第二代就很漂亮 陈野市的红砖 加洗石子的建筑 那这个陈野市的建筑呢 这是1901年 所新建的台北市的火车站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 这个是哪里的火车站 大家一看 有没有觉得很像我们的监察院 台北周厅监察院的圆顶 这个是在奉天 那现在的沈阳 所以这个190几年 东京 东京车站还没有新建的时候呢 他就已经沈阳 已经盖了这样的建筑 好 那我们总会觉得 中国人好像不会学习 好 那我们等一下再来看一个案例 这个是东京车站 在新建的时候 请外国人设计的 所以有唐代的唐破凤的 风格 可是大家这样看起来 好像很没有风格 可是热战争之后呢 因为财务吃紧 所以这个东京车站就没有盖起来 后来在1914年的时候 东京车站盖成这样两边 很巨大的圆顶 这是陈野金吾所设计的 东京火车站 东京车站 那东京呢 在2014年 把这个车站全部维修复古 修回来了 而且因应现在地铁 火车 地下化的需求 真的把它全部的 全部做回来 好 那我们刚才看到 沈阳 奉天车站 这里就是现在 中国人的学习 他把原来奉天车站呢 扩大了 所以你乍看之下 好像有点像东京车站 可是现在 中国整个的都市建设呢 都是高铁 都是 快动车在连结 所以呢 它后面 一样地下化 或者是后面 很多的站台 沈阳 都可以做到这个样子 好 那我们再 接下来呢 再来看一下 台北市的都市计划 那台北都市计划呢 从1896年 日本统治的年代呢 其实只有台北城 这个区域而已 台北城这个区域 那这个 这个地图呢 是1932年 所规划的都市计划 它也把我们的马路 分成红色的线 就是现在的忠孝 仁爱 心意和平 这种东西向的快速道路 而且呢 看到绿色的 有没有 绿色的 就是当时规划的公园 所以呢 也把欧洲的田园城市的概念 带入了 所以我们的 现在的大安森林公园 南边的台大的这边 这边河岸的公园 全部可以透过绿狼道 仁爱路 现在的建国南北路 绿狼道 给它连结 所以小鸟 麻雀 不怕没有地方住 它就透过这个绿狼道 可以飞越到很远的地方 这个是日本学习西方 在台北市的实现呢 是1932年代 可是我们现在台北市 整个高楼林立 这个田园城市 就被我们的建国高架桥 给破坏了 好 那这是台北 那我们再 再来就来看 1932年成立的满洲国 新京 就是长春 它规划的更为先进 除了在台北学习到的 这一种西方的思想之外 它中间有一个圆 圆的圆环 然后有火车站 在这一边 除此之外 还有皇宫 皇宫这边 皇宫的建地 之后你可以应对到这边 又有一个很大的公园 这个城市的中轴线 设计得非常好 因为它是一块白纸 就空空的 所以我作为惊叹的就是 它当时的规划是 下水道有分流设施 也就是说 全部是抽水马桶 这就是长春的设置 古今互相对照 它本身是一位地质学者 地理学家 所以它从地缘的观点来看 我非常配合它的切入点 马上比较 日本本土跟满洲 跟台北 我觉得这比较非常有趣 这是今天王华文兄带的 日本人在战后所做的 殖民地史满洲国篇的 新京图片 你看 有新式建筑 也有老式 就是正如这篇书明说的 从旷野中所建构的国都 重新建构都市计划 你看 也有老社区 有新社区 我们来放一段 我卖个关子 一段古人梅雅的一个唱片 再请左龙兄来解析 我懂了吗 你可能的 我懂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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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Party 这次是 我懂了吗 我们先也有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这个就是有趣的地方 这张唱片是我们今天那个 林泰威先生因为他有公干再生 所以不得没有办法来 我帮他介绍 各位看一下这个tag 这个是古伦美亚 刚才讲了古伦美亚在日本出了唱片 各位看一下演唱者是谁 川岛方子 他也唱歌 全世界只有这张唱片唯一的 所以他出唱片没有人敢说他五韻不前 没有他出唱片的目的是为了掩饰他谍报员的身份 所以是为了要掩饰这个身份 这个是非常非常有趣的 刚才吴大哥介绍 我们大概看了很多川岛方子男装的照片 这张是从刚才那本书里面出来的 女装的照片 其实他真正长的是像这个样子 那么这一段我们会从川岛方子开始是有原因的 一方面让各位想想耳服这辈子没有听过这么难听 也可以灌唱片的歌声 另外一方面我们要谈的是接下来议题就是 台湾人在满洲国的政治 跟在他们的官场上面的发展 各位跟我们之前已经谈过很多次了 台湾人在满洲国的政治圈 外交圈最有名的当然就是谢介石 各位可以看到这张谢介石 在赴日本大使就任的时候的照片 穿的完全都是很标准的英式的官服 后面刻意按照英国式的 因为日本的皇室传统是学习英国的 所以不是坐汽车 这个是马车 后面的这个车厢到任的时候 叫去递交国书的时候是坐马车来的 那么接下来这张照片 其实非常非常的珍贵 各位这张照片是 台湾人在满洲国的发展 在政治圈的发展 外交圈的发展 除了谢介石之外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人 没有办法不提的就是徐炳 徐炳他是满洲国的这个 公内省的顾问 顾问可大可小 其实很多人都是他介绍到满洲去工作的 这个是在徐炳东京的自宅当中 他开了一个party 去宴请一些人 接下来我跟各位介绍一下这些人 有哪一些人 大概就知道他在这个政商界的关系 最右边这位是徐炳的圣银头家 一看就看出是谁了 对 林雄真先生 因为这个 就是维格号维格 维格中小学基金会就是 从这个名字来的 林雄蒋先生 对 这是林雄真先生 这一位是徐炳 好 从徐炳的右手 他的这个左手边开始 第十四任台湾总督 泰田 这个郑宏 接下来呢 第十二任总督 这个川春竹志 然后这位 川岛芳子 总又变穿西装了 就是变男装了 要掩饰他谍报员的身份 但是看起来还是 还是很秀气 还是很秀气 所以他的旁边是谁 普洁 普怡的弟弟 就取也是因为日本华 从那个普洁 对 普洁 然后接下来呢 这一位 对不起 我还没有去考证出来 他是谁 接下来这一位呢 第十任台湾总督 一泽多喜南 接下来是第十六任的台湾总督 中川建杖 基本上是一个台湾 前后任台湾总督的party 至少台湾人跟他们平起平坐 意义在这里面 是 没有错 所以一个是徐炳 一个是林雄真 我一直很好奇 李传红先生的尊重 李土在哪里 他的照片是 我们还要跟他商界一下 我们征求海内外的 观众朋友 跟我们说这位是谁好不好 同时我也征求李土先生的照片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看过 有两个人没有照片 一个是李土 又是西江龙胜 西江龙胜没有照片 西江龙胜没有照片 只有画而已 这张照片应该是 目前是我们新闻大解读 唯一的一个读家 从来没有曝光过 没有从来没有曝光过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之间的这个尊碑的位置 皇族 满洲国的皇族 临坐在中间 传统方子是他的保镖 但是是坐在后方 所以从照片 其实就是一门政治学 刚才提到 普杰他的太太 初尔浩 这是他新婚的时候的照片 然后这个是普杰的妹妹 她是玉妮 那么这位就是许炳 所以从照片当中就可以发现 许炳在跟满洲的皇室之间的密切的关系 所以例如像接下来我们要谈的 我们王前辈他的尊翁 这个王熙忠先生 他的这个 也是东京商科大学的前后期 的杨兰洲先生 那么杨兰洲先生当初也是在1932年 由徐炳介绍进入法治局 然后呢 然后接下来呢 也是由徐炳先生介绍 让他跟蔡法萍的女儿能够结婚 然后杨兰洲先生呢 最后呢 他在满洲国是升任到工业科的科长 其实在满 因为包括这个我们前辈 他的尊翁也是一样 都在所谓的调查科工作 很多机关里面都有调查科 调查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单位 因为日本详细的透过 这些调查科里面的这些台湾人 因为语言上面的关系 去把整个满洲的所有的地理 资源 封土 民情 一一记载下来 所以调查科所要担任的工作 其实有点类似情报 有点类似这个调查资料的收集 所以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杨兰洲先生呢 最后在这个法治局升任到工业科的科长 1941年 他成为驻泰国的一等书记官 那他会成为一等书记官的原因 很简单 郑孝区跟蔡法平是同向 然后所以他需要一个可以信任的人 所以呢 就请了杨兰洲先生去担任一等书记官 好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脉 是 有时可见 其实这个台湾人在满洲国的发展 其实有他的脉络 我们未来会着一介绍 我是比较好奇 华兰兄 你总不叫王东北叫华兰 乡东北 你如果要去当东北 当北嘛 因为我 我们哥哥在当店出去给华党 我爸爸在华兰民族做经历寸生娃 所以我做华兰 他叫我说 他去台大上学的银行组教育 他带我去华兰民族 我刚好特效的口上 这样吗 你兄弟有叫华兮吗 没有啊 不是华兮街出生的啊 我最买了一个没有啦 好 来 请介绍满洲国的交通建设 以前我们很多人去班族 华兰来去去 所以说来来来来去班族 去班族要怎样 要借车上里面 好 这种借车在日本 很注重这条线 就是对这个新郎 神户 靠北 达到这个下官 什麽都盛起 还是某子门师 过往海到这个台年 这是那时候最好发的一台 我说吉林丸 吉林丸 这是670083顿 最快可以走多少 走差不多40公里 这是贾河14年 这既然就是这个人 在台湾上纯 这是一个大 这就是台湾上纯 所俗的吉林丸 上面回到这个银子 这另外 这段是最后来做的 就是报国丸 报国丸 报国丸是比吉林丸 更大台 是一万顿 这一万顿 所以这台湾 他要去过美国 去过澳洲 他头上是在对 信号跟台南 他这个一定的纯票 我没法说 上冬那时候一顾月的薪水 那十五块一倍 这就是那时候 日本酒已经有 有两个鸡子 这是日本人 投资的这个 日本航空首上 这个火車 在台南叫周水子 周水子 我那意思是臭水子 那一个四股 把它填平 比如周水子机场 那时候刚开始的时候 用这个 螺旋奖 火轮机 这送高丸的 这种是什么 是日本 把这个 美国元首 在这首元所做 不过这个 有一个夸点 可以带六个人 后来 还有阴振 这本来是 DC二型 这本该做AT2 AT2 他可以带到十个人 他可以 差不多三八 就是公里 接下来要给各位介绍 这就是说 我那时候做的 HIGHBO POST 这个做的人 就是伊藤峻山 伊藤峻山 这就是长春火车站 所以他为了非常地生动 这就是什么 这个我们就去台南 到新京 到哈尔滨 这张是 最特别的就是说 他在这个社会中 就是用这 满洲的贵族的彩事 这都是竹子 竹子 这是代表一个 修的意思 修 这是夷 吉跟瘦 这张是最特别的 就是在哪里 他那时候 日本为了要去梦古 有跟进一步 结年关系 所以他请了这个 伪家 伪这什么人 这是在 新安省的 呼伦贝尔高原 顶上的梦古一座 叫做 布亚特族 他的女孩子 这是牧羊的 所以 帮了一只 姻花妹妹 这帮了什么 刚刚 班族建国十年 日本要出这个油票 这就是 日本的 小学生 班族国的小学生 要花皮帽 好 我想我们 昨天又继续介绍 因为我们做这个油票 也欢迎时代精神 水平子 很多台湾的建筑 是来到 那时候 我们说 本土 在日本 那时候叫本土 跟班族都不同 来 请你介绍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张照片是我们台湾银行 在台北城中的台湾银行 其实 台湾银行 在中国各地 甚至满洲都有 这一个呢 是在上海的 招商银行 都是 非常洋式的 很大的柱子的 当时是用 RC结构所做的 那你看 都非常非常类似 这是在 武汉 这是在武汉 那台湾银行呢 还有在大连 不过我们 不过中国人 有个习惯 其实台湾也有 就是他会在顶楼加盖 所以这一栋的比例 大家也是看上去 觉得不太对 他上面也被加盖过了 这也是当年 原来不是只有司法院大厦而已 对 还有我们的台北邮局 也是加盖的 顶楼加盖 对对对 好 那回过头来看 我们台北的寺庙建筑 因为在大连 或者是在长春 就是在沈阳 奉天 或者是在新津 都有很多的建筑 可是在台湾是一个测试 所以这一个建功神社 有汉式的牌 门牌 然后很像那个原顶 西方的西洋建筑 因为在1920年代 日本发生了关东大地震 所以他们的木造建筑 后来全部改用RC钢古 或是RC水泥 那这时候在台湾就开始做这方面的实验 可是后来就被我们1966年 中华文化复兴委员会 之后就带了一个北方的官帽 变成这样子 然后这个牌楼 汉式的牌楼 对拆掉 然后这边把这个建功神社 变成这个样子 那想象一下到世界 到这个是东京 对东京的竹地本院寺 它的建筑设计是伊东中泰 也就是它学习了印度的风格 学习到印度的风格 那这个风格也被带到了新京 被带到了长春那个地方 那回到台北呢 你又可以看到这一个 这个就是现在的狮子林 在狮子林这边的东本院寺 一个非常印度风格的寺庙 也拆掉了 那再来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在长春的这一个东本院寺 它已经是用水泥了 已经不是 可是它的样式 还是像木造的这个寺庙 日本传统寺庙的建筑 那最后呢 我想要 这个是东本院寺 日本的东本院寺 非常的传统的结构 那我想要介绍这一栋 在我们台北的景州街 它旁边有一栋住家 就是许炳 他的儿子 他的女儿所居住的 那板桥林家 除了许炳之外 还有一个叫张元 他是内部的会计 内部的总管 他的儿子跟 跟那个许炳的女儿结婚 他盖了这一个 这一个庙 很像杨氏的庙 那最后呢 最后呢 想要给大家看一张 这一张照片 它叫顺天外科医院 在现在的保安街 84号 他当然是去过 营口医院工作的 谢唐山医师的儿子 他所盖的 那他父亲所留下医院 就继续放在这边 大家可以去喝咖啡 所以其实台湾 台北市的建筑 这些人跟满洲 其实都很有关系的 这就是本土观点 国际视野的意思 佐隆 这张最珍贵照片 做结论 好 我们其实 我个人在这边 谈了很多次的满洲 所以我认为 结论 其实是在 这一张照片上面 这张照片是 1939年 在新京所举办的 日满华 交换运动大会 那么从左边开始 杨基隆 张兴贤 林朝全 王相 董景帝 张立三 各位可以看到 他们身上 导播可以take近一点 华北自治政府的国旗 满洲国的国旗 华北自治政府的国旗 日本的国旗 华北自治政府的国旗 还有华北自治政府的国旗 但是这六位 都是我们台湾人 所以 那这不算台湾人的境遇吗 对 对 这就是我们的境遇 所以 披着不同的国旗 对 但是去参加 同样的一件事情 最后就是 他自己本身认同 认为他自己是哪里人 当海南岛的张子敬先生 日本人被引阳回本土的时候 他变成 我是台湾人 他台湾意识开始产生 这很重要 所以为什么要国家认同 独立公投 一定要直记文艺复兴 人文素养 台湾历史的话语前 一个没有记忆的民族 是没有未来的 我会继续谈 昨天我特别介绍一位 当今最有名的 美国的中国史研究者 欧阳泰 他谈火药时代 改变了中国东西洋的 整个落差 他另外一本论述 决战勒兰哲 赞成功是唯一一位 击败西方的 因为那时候他们的武器 还是势均力敌 我就把欧阳泰的观点 未来我们要介绍 和正时代的历史 往前推缩 我就把这本书 作为今天的结论 声明确起的汉学家欧阳泰 在挑战全球史领域的 重大议题 为何西方主宰了 近代世界的形成呢 而不是中国呢 之中发现了正成功 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之战的 重要性 欧阳泰以此战为主轴 详细地描述了 这场17世纪中 最具世界意义的战争细节 以及正和双方在军事科技 及战略上的差异 如何让正成功 翻转本来可能失败的决机 未来我一定探讨 和正时代的台湾史 往前推送 感谢三位非常精彩 佩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